大家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部东部地区的雨势越晚会越明显 气象局表示 原归台风入夜之后通过巴士海峡 风场将从东北风转为偏东风 东部地区也将会出现毫雨以上等级 尤其是花莲山区总雨量上看800毫米 宜兰山区也有700毫米 那么除了要沿防较大的雨势 也要慎防强风的侵袭 不过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次一个台湾可以说是两样情 我们看到这一次台风最主要影响的 这个雨都是下在东半部 但是在这个西半部 却是看起来相对很平静 那么也让网友直呼 就是护国神山直接的把雨挡下来 才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瞬间大雨路面积水 公车行径渐起水花 旁边等公车的民众鞋子全湿了 因封面北部东部地区 不止雨大风也很强 雨伞被吹到开花 原归台风没直扑台湾 但反而让民众直呼 是今年最有感 因为原归的外围环流宽寡厚石 墙对流一波波扫进台湾 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 跟各个离岛 也都已经出现了 9到12级的强阵风 既这个风力 在今天下半天到明天清晨 台风更接近这段时间 也还会再持续地增强 沿海地区刮起强阵风 南雨最大阵风观测到16级 位于台湾海峡长风带的 澎湖东极岛 也出现11级的最大阵风 宜兰苏澳也有10级 将有热区迎封面 北部东部地区刮风下雨 不过背封面的中部平地 完全没下雨 而且因为沉降作用 中午云林彰化等地 高温飙到35度 让网友直呼 这就是护国神山 让台湾的东边西边两样勤 气象局提醒 接下来风场将从东北风转偏东风 东部雨势会更大 宜兰花莲地区 以及北部的山区 可能会出现大豪雨 甚至部分接近超大豪雨的累积降雨 接下来新北宜兰花莲 都有可能再达到大豪雨等级 宜兰花莲总雨量 上看七八百毫米 台东桃园山区台中山区也要盛防豪雨 基隆台北桃竹等地区 也都要留意大雨发生 预计周二清晨以前 风雨最大 周日上午才有可能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纪念许秀明一台报道